我先稍微讲一下Google Meet的地方设定一下 就是说因为今天我们的投影机投影不出来的话 我们就请各位要看电脑的操作 所以各位的电脑画面现在可能就类似看到的像我一样是有一个Google Meet的画面 各位自己的Google Meet画面最底下 我们如果是在现场的同学上课 请你要把视讯跟这个麦克风都先关掉就好了 这样各位的电脑也可以比较快一点 然后另外有一个重点 因为我的Google Meet画面在各位的电脑上面呈现的话 画面会稍微小了一点点 那我想我要请各位把某些东西设定一下 你的画面会稍微比较大 但是不会到全萤幕 但是至少比较大一点 第一个各位可不可以看我这下方 下方这边有三个点点 对不对 正下方有三个点点 你要帮我等一下按一下三个点点点一下 然后变更版面配置 请你选为聚光灯 聚光灯 第一个 底下三个点点更多选项三个点点 然后变更版面配置 然后选聚光灯 OK这样的各位的就会少掉了一些 旁边有一些区块是同学 是同学 然后的画面 然后你今天这样子的话会让你的画面很小 所以你用成聚光灯的话 那些同学的画面就会关掉 你的画面比较大一点点 然后呢 第二个 第二个 你这个画面因为那个浏览器 或者是我们叫Google Pro 它有个外框 会让你的画面比较小 所以请各位可以按F11 你看有没有这样至少画面比较大一点 有没有 你看哦 本来还有上面的那个 然后你今天按F11 或者 没有按F11 或者按这里 看这里 三个点点 也可以选择这个全荧幕 因为有些人是用那个Mac电脑 Mac电脑没有F11的按键的话 就比较麻烦 所以各位可以按这个三个点点选全荧幕 你的画面会比较大一点点 那另外呢 有一些人 右下角会有一个视窗 我用我现在换回这个 像我这里 像我这里有一个这样子 你那个什么 可能是你的荧幕的视窗 你的画面视窗 那或者是 你上面写你的名字的视窗 这样会站住右下角的视窗 请你可以在这个视窗 你滑鼠一到这视窗 有三个点点 请你按最小画 那就会缩的比较小 那像如果又有开这个东西 这上面有人的名单 如果又有开人的名单 请你也帮我选这个 这个所有参与者 他会缩小 那这样各位看到画面 你看等一下 这个我把它缩小一点 所以各位看到的画面 是不是会比较大一点点 等一下我确认 我们现场同学 是不是有这么 画面有这么 看得比较大一点点 然后还有就是 因为用前荧幕之后 等一下我们要换到剪映 你会比较麻烦 换到剪映比较麻烦 因为我等一下请各位也先把剪映打开来 剪映打开来之后 你有一些软体打开来之后 你有时候要切回Google Meet 看我的画面 有时候要切到这个剪映看画面 教各位怎么切比较快 你的按键 ALT 然后搭配左边的Tab键 Tab键 就是那个按键还蛮大的 通常我会用大拇指去按ALT 然后中指去按Tab键 大拇指按那个左边的ALT 然后右边 那个左边一样是按那个中指按Tab键 然后你看它就会出现 类似这样的视窗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现在我的那个 外面白白的框是选在这个画面 但是假如我要看Google Meet 我就再按 我ALT一直按着 我现在是ALT一直按着 然后按Tab键 点 Tab键就是点一下 点一下就好 ALT一直按着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切到Google Meet 现在框框在Google Meet的画面 然后我放开 它就会看到 你各位就可以看到我在上课的画面 那如果要切到 简印要来操作了 你就ALT Tab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 现在白色的框框 停留在简印专业版 然后你再放开 是不是就可以简印就可以操作了 可以吗 所以我再快速讲一次 刚才因为要请各位连上Google Meet 那因为有些新同学 那个过去比较少用到Google Meet 我们再稍微讲一下 Google Meet各位连上来之后呢 设几个地方 让你的画面 让你看到我的画面会更大一点点的 第一个是正下方的三个点点 有个变更版面配置 然后请选聚光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边如果有这样子跑出来这样的画面 如果有跑出来这个画面 这是就是你会看到好多同学的名单 你可以再按一次 这个显示所有参与者 再按一次它就缩小了 就比较不会看到那么大 就不会占了侧面 占了很多的荧幕 然后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可能有一个小视窗 是你自己的画面 你自己的画面 你如果有开镜头 就会看到你自己的镜头画面 没有开镜头的话 基本上这边就会是一个圆圈圈 然后上面可能是你的名字 这样子也会占了右下角的画面 你可以按这个三个点点 然后选最小话 它就缩小了一点点 然后如果有出现这个东西 把它插插 这样就比较不会占住画面 那除了这三个以外 还有就是请各位的浏览器 它的因为它有边框 会占住一些空间 你可以按F11 它可以变全萤幕 或者你按正下方的三个点 里面也有可以选全萤幕 三个点点里面 选全萤幕 它也可以变全萤幕 OK 可是跟各位讲 变全萤幕 你的画面变大了 没错 就是你看我的上课画面变大了 可是到时候你要切到简印 就不好切 因为你的滑鼠移到正下方 切不到简印 那你就用那个左手 左手的大拇指按左下角 那个ALT 然后中指 中指 去按TAP键 那ALT一直按着 ALT按着 然后TAP键 然后去点它就好 点一下 你看 框在简印钻印 那如果今天是 我要切到档案总管 没关系 你的TAP键可以再点 点 点 你看 现在外围的框是在 那个档案总管了 我放开 是不是就可以 用档案总管 然后我现在 我临时要看老师的画面了 ALT TAP 现在在Google Meet 这边有写个Meet 放开 这是Google Meet的画面 然后我要切到简印了 ALT TAP 然后 简印在这里 所以我要让这个白框过来 我再按一下TAP键 然后放开 就会到简印了 可以吗 这样子各位的操作 就会比较流畅 来 我让各位操作练习一下